探索异乡他国的神秘趣事 记录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结婚可以说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从相识相恋到结婚 中间每一步都是那么重要 只要中间任意一环节出现问题 最后就可能造成一对恋人感情的破裂 一般普通的情侣从认识到结婚 一般要走过许多年 但两人刚见过一次面就决定结婚的 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见过吧 但就有这样一个国家 好多人在每年一次的相亲集市上 见了一次面就选择了结婚 这个国家就是地处于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 摩洛哥也因此被称为最随便的国家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相亲集市上 最小的女子只有13岁 因为在摩洛哥13岁为成年的标准 但在外人看来 这个集会就是让男子去挑选妻子的集会 但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可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摩洛哥人们是很尊重女人的 在家庭关系中女人的地位也是最高的 在这场盛大的集会中女人才是主导者 如果在集市上男子看上女子 女子不同意 那这一面的相亲就宣告失败了 但如果女子同意了 男子就可以去通知亲朋好友准备婚礼了 在外人看来 这并不是很合适的相亲集会上 却解决了摩洛哥人大多数的单身问题 好多人在集会上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并建立了和谐美好的家庭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与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